滾滾泥流夾帶吐石 不斷衝下 工程車在一旁趕緊協助處理 行進的駕駛各個小心翼翼 放慢速度 這個不會過來了 鏡頭一轉 畫面更驚人 泥流不斷蔓延 讓原本要往前的駕駛 嚇得根本不敢動 通通待在車上心急如焚 臺九線重德路段因為近日持續性強降雨 八號下午釀成土石流災情 道路雙向受阻 土石流造成臺鐵和人到重德間 東陣線封鎖 臺北往花蓮 只能行駛到和人站 花蓮往臺北的方向 則是已經停市 車站大廳擠滿人一片鬧轟轟 民眾無論要上臺北還是去花蓮 進退兩難 公路鐵路都不通 眼看就要收假了 怎麼辦 氣氛越來越緊繃 還有人忍不住抱怨大罵 甚至還有民眾身體不適送醫 目前相關單位正在搶修中 何時能通車還是要看老天爺賞不賞臉 華視新聞張一鈞 張正惠 黃瑞麟 吳冠偉 宜蘭花蓮報導 哈囉 我是張慧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